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今天是6月27号 星期六 感谢大家又准时来收看我们的周末板块 病毒有眼睛 连续几个周末 我们根据不同的国家地区的情况 分别深挖了疫情严重的背后 从各方面的反馈来看 绝大多数的朋友还是认可的 那我们今天还要来谈一个国家 就是巴西 其实大约在一个月前 我们曾经谈过了一次巴西的情况 当时是把巴西和澳洲做了一下对比 因为从国情来看 这两个国家的情况是比较类似的 都是被中共渗透的相当严重 而且最初的疫情也都差不多 但是后来 因为各自对中共的态度有所不同 两国疫情的表现是净未分明 特别是最近 巴西的中共病毒疫情似乎还在加速 连续几天确诊病毒的总数都超过了3万例 而且巴西的流行病学专家又宣布 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起源于非洲的债卡病毒 同时呢 蝗虫也极有可能要攻入到巴西 人们喜爱的这个足球王国正在遭受着多重折磨 前天阿根廷动植物卫生检疫局表示 蝗虫已经入侵到了阿根廷的和联特斯省 这个省向东100公里就是巴西的边境 就当地目前的天气条件来看 蝗虫群将会在短时间内入侵到巴西 巴西的农业部门已经发出了预警 宣布巴西西南地区的两个州 进入到动植物检疫紧急状态 启动更多的措施和资金来应对蝗虫 巴西的这种情况 用中国的一句话来说就是 福无双至 祸不单行 在本月出版的最新一期 《国际传染病》杂志当中 巴西的科学家已经发出了警告 新型债卡病毒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疫情 债卡病毒是通过蚊子传播的一种病毒 早在2015年 巴西第一次发现债卡病毒流行 当时这种病毒是蔓延到了 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但是最近发现的这个债卡病毒 有别于以往的病毒类型 目前也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 这两个灾难虽然只是起步阶段 但是也相当要值得注意了 一旦犯滥的话 很可能是另外的灾难降临 不过目前 最令人忧心的还是中共病毒疫情 在巴西的肆虐 如果除去中国和伊朗 巴西的疫情已经穿上到了全球第二位 截着到今天早上6点 大纪元调查统计的数据显示 巴西确诊感染中共病毒的总人数 已经突破了128万 死亡总数是56,109人 死亡率是4.38% 联合国在发布的新闻中表示 巴西疫情之严峻直追美国 在同一个时间 美国的数据是有255万2956人确诊感染 死亡是12万7640人 死亡率是5% 从数字上来看 无论是感染人数还是死亡人数 美国都比巴西高出了一倍左右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两国的人口比例 巴西的人口比美国少了大约三分之一 而且当前的这个病毒检测率 巴西是很低的 世卫组织突发 美国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瑞恩 表达了他的担忧 巴西人口的新冠检测率相对较低 是17% 然而检测结果成为阳性的 却比例很高 是31% 他说这基本上可能说明 还有更多的病例 因此巴西大量的病例 不是因为进行了大量检测的结果 而有可能是低估了实际情况 3月中旬 美国的中共病毒疫情 那个时候已经是风声鹤唳 当时巴西还只有几十个人感染 而且传播的速率也不是很高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4月中下旬 从那以后 巴西的疫情明显加快了传播速率 像是坐上了火箭一样 特别是到6月4号 巴西一天之内死亡的人数 就接近了1500人 创下了单日死亡人数的记录 巴西疫情的急剧发展 也重创了医疗系统 联合国的统计数字显示 巴西医护人员当中 有15000名医生感染了中共病毒 有将近19000名护士 还有在医院工作的技术人员感染了 总体来说就是 医务工作者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4万人 占去了全巴西病例总数的12%以上 巴西遭受这么样的重创显然不是偶然的 我们就来给巴西把把脉 看看它的脉象在反映着什么 我们这个板块叫做病毒有眼睛 因为我们在统计整理各国各地区 疫情资料的时候发现 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凡是跟着中共走得近的国家 包括各个地区各个组织 各个机构都是一样 跟中共关系亲密的疫情都很严重 所以我们就开设了这样一个板块 病毒有眼睛 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 亲共疫情重 抓住这个特点 再去看疫情严重的那些国家地区 就不能发现他们背后的问题 跟其他国家相比 巴西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就是集中在大城市 比如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 圣保罗累计确诊的病例是25万 死亡超过了1.3万 里约累计确诊超过了10万 大家知道圣保罗州州长 在3月的下旬就实施了 严格的全面封锁 但是到4月初 却成了整个巴西疫情当中的震中 防疫最早 为什么却成了最严重的地区呢 而且感染率和死亡率 都是巴西最高的 这个现象很值得深思 深挖发现 早在2008年 圣保罗州地大学 就和湖北大学有了合作 在7月24号 开设了巴西第一家孔子学院 这个孔子学院是巴西 10所孔院当中最受中共待见的 2016年 那个时候被选为全球13所 试点文化孔院之一 接着到去年 这家孔子学院 在圣保罗的13座城市和周边城市 设立了有16个汉语教学点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曾经说过 中共在海外开设孔子学院 它是以传播推广中文作为幌子 实际是中共的大外宣机构 孔子学院是由中共教育部监督和控制 中宣部负责的这么个项目 早在李长春任中宣部长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孔子学院给描述成是 一个将我们的文化 扩展到海外的诱人品牌 他说的这个我们的文化 其实指的就是党文化 说白了 中共就是打着孔子的名义 向国外宣传中共的红色意识形态 增强中共在海外的影响力 而圣保罗是巴西最早接受孔子学院的 中共通过孔子学院在这里 已经散播红色意识形态病毒 已经有12年了 可见圣保罗是中毒之身 圣保罗州州长多里亚是一位富有的商人 因为生意上的关系 使他和中国的关系拉得比较近 2019年8月多里亚访问了中国 事后他形容说那次中国之行 富有显著成果 他还表示圣保罗州有义务和责任 在各层级继续保持和中国的良好伙伴关系 他说的是与中国保持良好的伙伴关系 但实际上就是与中共保持这种关系 所以在今年的4月6号 圣保罗与上海举行了一次视频交流会 这是中共举办的 所谓的抗击肺炎疫情的一个经验交流会 中共抗击疫情的经验是什么呢 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 这是人所共知的 那他所谓的这个抗击疫情的经验 就是野蛮的强制性封锁 封住户 封楼栋 封小区 封城市 一直到封省 封全国 我们知道直到现在 他还在限制着海外的华人回国 中共的经验交流 就是把这些传授给圣保罗 也许强制性的封锁在中国大陆有效 但是在圣保罗却没有效果 这次所谓的经验交流 成了圣保罗的一个转列点 圣保罗的疫情马上出现了持续吞声 原本医疗资源就匮乏的医院 有3000多名员工被隔离 确诊是700多人 4月底 圣保罗确诊的病例数据 占却了全国的三分之一 死亡超过全国的四成 5月23日有媒体报道 通过空拍看到当地的公墓 已经挖掘出了数不清的墓穴 工人们还在持续的施工 而家属们只能在墓地默哀几分钟 然后就有人来催促他们赶紧离开 接着下一批家属进来带着遗体进入到墓地 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提起的是 这个多里亚是巴西总统 博索纳罗的最主要的反对者之一 博索纳罗的很多政见 多里亚都持反对态度 博索纳罗在竞选的时候 他曾经指出 中共虽然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中共是有野心的 想要主宰巴西经济关键部门 是一个对巴西的掠夺者 博索纳罗当时还表示 在外交政策中区域拉近与美国的关系 远离中共增强与其他国家的联系 他也是第一位访问台湾的巴西总统候选人 因为他在竞选当中 有大量对中共的强硬言辞 当时被很多人称为是巴西川普 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像川普一样 当选之后对中共持强硬态度 凭着巴西高于一切 上帝高于所有的竞选口号 博索纳罗赢得了大量选民 但是他在就任之后 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期盼的 对中共像川普一样的强硬 原因可能是他有像多里亚这样 众多的反对者 对他的时政形成了牵绊 不过这并不是说博索纳罗没有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会谈到 这里先说对博索纳罗的牵绊 在对博索纳罗的牵绊当中 多里亚只是其中的一个 2019年的元旦 博索纳罗就任巴西总统 上任仅仅一年中共病毒就来了 博索纳罗的观点是 不能因为这个疫情而使经济停摆 他不赞成锁国戒严 他认为这对防疫控疫没有多大的帮助 所以倡导复工 但是很多人反对他的主张 使他的政令没有办法推行 其中就有多里亚和巴西副总统 汉米尔顿·莫里奥 莫里奥是亲共左翼联盟的代表人物 有着巴西的军方背景 他和巴西的政治家奥古斯托 赫洛诺对博索纳罗的阻力是最大的 据澳洲民族台SBS报道 莫里奥在去年曾经宣布 巴西正在见识的5G网络 不会封禁华为 同时他还强调 不会与中共降级关系 巴西应该选择灵活和务实的立场 莫里奥的说法直接就是和波索纳罗唱反调 旗帜鲜明的要跟中共保持着亲密关系 那相比较波索纳罗 莫里奥们在巴西政界可谓是数大根深 波索纳罗的前任迪尔玛·罗塞夫 如果不是被弹劾下台 他可能还要继续在巴西执政 这也是一位典型的亲共派 在今年3月19日 波索纳罗之子 就是现任的参议员爱德华多 曾经发推文 斥责中共引力事实 使无处生命死去 推文中说 中共应该被谴责 民主才是解决方案 他说全球大流行的中共病毒 带着一个名字 中国共产党 随后罗塞夫就批评爱德华多 说他不公平 荒谬 是屈从于沮丧的驻美大使候选人 罗塞夫是2000年加入到巴西劳工党的 BBC曾经指出 巴西劳工党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 是具有马克思主义背景的左翼政党 2010年 在左翼联盟的支持下 当选了巴西总统 2016年 因为非法操纵预算 隐藏日益增加的财政赤字 罗塞夫遭弹劾下台 此外 巴西的现任参议长 众议长 也是先后对爱德华多进行批评 并且向中共政府道歉 说爱德华多的言辞 与巴中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相悖等等 同时 他们还列举了两位前总统 拥有200多名成员的巴西众议院 巴中议员阵线 还有300多名成员的农贸业议员阵线 以及参议院巴中友好小组 巴西主要政党领袖 十多名州长 工商界代表 知名学者 资深评论员 智库 还有大量网民等等 以公告信函发帖等等形式 谴责爱德华多的荒谬言辞 声援中方的立场 他们强调 中共抗击疫情的举措是有利的 成效显著 是巴西和国际社会学习的榜样 等等等等 巴西与中共建交 是在1974年 2003年到2016年 这十年当中 巴西都是左翼劳工党在执政 这个期间 巴中关系有了突飞猛进 2012年的时候 巴西成了第一个与中共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 拉美国家 这几年全球经济 都在面临着下行的压力 但是巴中双边的贸易额 却在持续攀升 2018年已经达到了上千亿美元 创下历史新高 中共不仅成了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 也是巴西最主要的投资国 时事评论员唐靖远曾经指出 中共红色资本在巴西的投资 从最初的农业 采矿业等等资源领域 现在已经扩大到了电信 金融服务和电力等 世光国家命脉的领域 2016年的时候 巴西甚至还重启了 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 重启这个组织 就是相当于和中共建立了 非正式的盟友关系 在跟中共这种复杂勾连的背景之下 博索纳罗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施政 难度非常大 可以想见 网届巴西政府对中共的要求 是不敢拒绝的 早在2016年 华为就和巴西教育部 签署了深化合作的协议 把合作的项目范围 扩大到了巴西全国最顶尖的ICT大学 双方还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直到2019年 国际社会对华为的危害 已经非常警惕了 美国也是多次发出警告 指出华为是中共的间谍情报机构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巴西的副总统莫里奥 仍然是坚持不能拒绝华为 他在去年5月访华的时候 还专门去会见了华为的总裁任正非 大家知道巴西不是一带一路的参与国 但是2015年 左翼劳工党与中共签署了一份22亿美元的协议 这是一份长达2500公里的输电线路的投资合同 中共党媒曾经发文说 中巴关系的纬度和内涵 已经和一带一路 这个倡议是高度吻合了 换句话说这份协议虽然不是一带一路的协议 但是比一带一路的协议并不差 巴西不是一带一路的参与国 却胜死一带一路的参与国 在博索纳罗就任前 中共已经参与了一系列的巴西大型基建项目 比如2018年 中共国企就收购了巴西的第二大港口 巴拉纳瓜港口 这项收购案代表着中共的红色势力 已经深入到了巴西腹地 再比如2018年5月 中国葛州坝海投公司通过了他的巴西子公司 收购了巴西圣保罗圣诺伦锁供水系统公司的 百分之百的股权 中共声称这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 总投资额是8.6亿美元 可以说在左翼联盟的控制下 巴西对中共的要求是来者不拒 无论是孔子学院华为还是一带一路 巴西都是照单全收 事实证明 巴西被瘟疫重创 与左翼联盟的罪过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如果当朝执政者伯索纳罗 能够不受左翼的牵绊 按照竞选时的主张去施政的话 可能也会有所改观 就像澳洲一样 网界澳洲政府也是比较亲共 被中共渗透的很厉害 但是当朝执政者莫里森 对中共表现的相当强硬 甚至他可以用亮眼来形容 他的这个强硬态度 澳洲的疫情最初也是比较严重 但是在4月19号 澳洲外长佩恩公开喊话 北京应该配合国际调查 查清病毒来源 两天后 澳洲总理莫里森力挺佩恩 并且主动与美国等联系 推动国际调查 莫里森因为对中共的强硬 现在是人气飙涨 而且也改变了澳洲的疫情 从4月下旬开始 澳洲的疫情几乎是停滞了 总新增确诊患者一直都停留在7000多人 变化非常小 截止到5月中旬 在护理病房躺着的还不到10个人 今天早上6点大纪元统计的数据显示 澳洲总感染人数仍然是7600多人 死亡104人 据澳洲的例子 是为了说明 博索纳罗在对待中共的态度上 可能出了问题 大家应该还记得 博索纳罗在竞选的时候 曾经直击中共 批评他要买下整个巴西 他的这番话 当时成为许多媒体的头条新闻 但是在他上台之后 渐渐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 甚至是期盼与中国做生意 去年10月 博索纳罗访问中国 与中方共同发表联合声明 说要加强和深化 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访问期间 他跟中共签署了10份 合作谅解备忘录 议定书 协议 许可 安排等等 涉及到外交 矿产能源 农业 税务海关 高等教育 还有空子学院等等多个方面 博索纳罗当时还宣布 将给中国的游客免签待遇 博索纳罗的变化 BBC在当时的报道中就说 用了这么一个标题 说是一改飘忽态度 判中国投资 文章里面提到 去年的7月 就是2019年的7月 博索纳罗就有所表示 有意愿进一步加强 与中国的合作关系 与中国签署更多贸易协议 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再上一个台阶 他说巴西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要更愿意向中国这个亚洲巨人 出售大豆 肉类 石油和铁矿石 大家知道去年10月 正是美中贸易战火火力正猛的时候 博索纳罗却表示愿意向中共 出售大豆 肉类 石油和铁矿石等等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他相当于是在表明 愿意帮助中共跟美国打贸易战 到了去年11月 博索纳罗又邀请了 习近平到巴西参加金砖会议 他在与习近平共同参加的活动中 又一次说 巴西希望的不仅是扩大贸易关系 还想要多元化 在这次会面当中 巴西又跟中共签了9项条约 计划 还有议定书 以及备忘录 涉及到投资 商业 医学 基础设施 还有中共广播电台 总台等等领域和部门 事实表明 博索纳罗并没有沿着他竞选时的道路走下去 而且是出现了软化 甚至还有所转向 变得有些亲共了 他跟中共签下这么多的合作协议 无异于是进一步向中共敞开了大门 也意味着中共将更多的向巴西渗透 我们屡次三番的强调 现在是天灭中共的时候 其实这不只是我们一家在喊 大量的事实也都指向了这个天象 大家知道香港的民众 已经把天灭中共制成了展板和标语 那在这个时候 博索纳罗不能按照他的竞选 承诺去施政的话 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是没有兑现承诺的 中国有句话 暗示亏心 神目如电 牧羊是个有神论者 相信这个世上有神 我也相信这句话讲的很有道理 所以我是很为博索纳罗担心 也为巴西感到担心 因为神是不可戏弄的 他是慈悲与威严同在的 200多年前 巴西曾经有过一次重大的抉择 当时的执政者佩德罗一世 不愿服从葡萄牙的殖民统治 发出誓言 独立或死亡 最终在1822年 巴西赢得了独立 在佩德罗和儿子佩德罗二世的努力之下 巴西有了长足发展 农业 畜牧业增长了一倍 人口翻了一番 并且开始了铁道 船运 公路 以及电信的建设 终止了巴西黄金 红木等等 这些重要资产流失欧洲 那是一次伟大的成功抉择 200年后的今天 巴西遇到了更严峻的历史抉择 面前有两条路 勤进中共和远离中共 事实证明 勤进中共可能将继续遭受瘟疫的状痛 远离中共可能会出现转机 在这个历史抉择面前 博索纳罗政府和巴西人民怎么选择呢 说完了病毒有眼睛这个万块 我们把目光转回到国内 有多位大陆网友向我们爆料 在三峡大坝全力泄洪和当地降下暴雨之后 位于三峡大坝下游 只有40多公里的红费宜昌 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 一位网友在文字中说 宜昌市已经下了大暴雨 包括宜陵长江大桥 CBD附近 宜昌望州港 南苑之星 辅酒园等地都出现了严重的积水威胁 甚至部分路口已经出现了水流倒灌现象 这位朋友介绍 由于三峡大坝的建立 造成了下游水质 每年掺杂了成千上万的鹅卵石堆积 在长江流域宜昌段 间接提高了三峡河床的高度 如果溃坝 后果不堪设想 他说现在中共官媒都似乎在打压 宜昌暴雨这件事情 相关报道基本没有 之前黄小坤的发言 宜昌以下跑也被辟谣了 我们这些大陆的韭菜真的很难看 一有消息 中共就统统媒体辟谣 弄得我们不知道到底该相信什么 如同舆论的奴隶 他说不过中央气象台发布了近亿州的降雨 主要都集中在长江三峡流域 不求多福 只求无辜的人能够平安 我们从网友发过来的视频中可以看到 宜昌的街道已经变成了水道 而且水流很急 免费通浪啊 免费通浪 雨在不停的下 积水越来越深 不少车辆都被困在了水中 没有办法前行 网友发过来的连续几则视频 都记录了同一件事 在已经没到了腰部的积水当中 有一辆私家车 只露出了车身的上半部 车子旁边有一名穿红色上衣的女士 在用什么东西砸积着这个车窗 这时一名穿黄绿背心的警察 走向了这辆车 在另一则视频当中显示 这名警察站在了车头上 用榔头砸碎了车窗 随后有一名女子 从车窗的位置露出了半个身子 还有一则视频显示 在一个道路的护栏旁 有一个骑电动车的人 在猛烈的水流前时 没有办法前行 坚持了一会儿 突然这个人一把抓住户篮 电动车瞬间被水给快速冲走了 有网友善意提醒 大雨还在继续 路上到处都是陷阱 出行一定要小心 据湖北天气报道说 宜昌今天上午9点降下了暴雨 到上午11点 西陵区徜徉东部 已经出现了60毫米以上的降水 城区部分路段严重进水 交通要道堵塞 官方的数据显示 宜昌的城区降雨量达到了74.1毫米 五家港区出现了90毫米以上的降雨 而远安的降雨量更惊人 三个小时的降雨量 就达到了129.2毫米 气象部门预计 午后到夜间 宜昌还有大道暴雨 另外 重庆 上海 湖南 贵州 湖北 河南 安徽 江苏等 这八个省市部分地区将会有大道暴雨 其中河南 湖北和安徽的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 我们再来说说北京的疫情 从表面上看 北京的疫情似乎是处于平稳的状态 但是网络上有一则消息 说北京实际感染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5000人 死亡是超过了2000人数 消息说北京的疫情已经失控了 出现了社区感染 并且有重要部门的人员感染 但是当局不许统计 说截止到昨天早上4点 北京的确诊人数是25212人 死亡是2321人 并且还指出 出面辟谣的北京301医院 里面有超过80人感染 信息中还提到 这个数据可能只是总数的7成左右 但是他说保证准确 数据全部是医院登记系统里的 这个数字与中共通报的数字相差太远了 中共官方通报说 北京目前累计的病例只有280例 如果爆料的信息是真实的 那么两者相差将近了100倍 由于中共封锁严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证实这个消息的真伪 不过这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位台湾朋友的投稿 他讲述了自己一家人2003年 在北京SARS疫情期间的经历 作者在文中介绍 2000年他参加了一次 台湾针灸协会主办的北京考察交流 并且在当年和先生去了一趟北京 然后就被中共宣传给吸引住了 因为当时中共正在筹办08年奥运会 作者认为中国大陆的蓬勃发展 很有发展潜力 可以到那边进修中医及投资 未来还可以定居在那里 2002年的夏天暑假的时候 夫妻两人带着女儿就搬到了北京去定居 最初是托人在幽安门租了房子 但是发现那边的人对他们是另眼相看 甚至是虎视眈眈 他们感觉到治安情况不是很好 于是不到一个月就搬离了那个地方 没想到在搬离的时候 山东籍的一位房东对他们是恶言相向 作者当时就在心里想 大陆人怎么翻脸像翻书一样 他们选择了北京工人体育场附近的一栋大楼 距离芳草地小学比较近 熟悉北京的朋友可能知道 那边也是一片使馆区 有不少国家的使馆就坐落在那边 那可想而知 这个位置房租是很贵的 不过他们认为有保安 所以作者认为这样也许会相对的安全一些 可是不久 有一次在街上他们亲眼看到了这样的一件事 一位中年男子夜下夹着一个包包 被一位年轻的小伙子给抢走了 中年男子一直追这个抢包的小伙子 路上的行人就在那看 没有人伸手 路上的行人已经成了纯纯脆脆的看客和吃瓜群众 都在看热闹 没有人制止犯罪 作者一家人看到这一幕都感到震惊 他们在文中说 为什么没有正义感的人伸出援手呢 就在这个众目睽睽之下 看着那个抢匪逃之夭夭了 随后作者的感触越来越多 他在文中说 当进入到他们的生活核心后 发现他们只是美丽的橱窗 在吸引外国人吸引外资 当你进到他们的生活核心里面 发现他们是那么残破不堪 这些都是共产体制下教育出来的人民 作者的女儿当时还小 刚上小学三年级 她对爸爸妈妈说 这里的好人很少 坏人很多 可怜的人也很多 说可怜的人很多 是因为他们常常在街上 看到有行企的那些小孩 抓着路人的脚不放 作者说 每天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下 看不到前面的路 一直烧着钱 因为要过着台湾类似的生活 生活费非常高 于是作者的先生 就每天去到市区去考察 看看有什么可以投资 作者说这就是骑驴找马 可是刚看到一些商机 他们发现对方似乎有问题 知道他们是台湾来的 马上就动起了歪心思 别有心机的想坑他们一下 每天这样的生活 只有花费没有收入 作者一家人感到像是在生活无望当中 但是也没有办法 没有回头路 因为当时他们把整个家当 都带到了北京 直到2003年初 SARS疫情把作者一家给吓醒了 作者就读进修的中医药大学 有几位学生跟着医生 去实习就诊的时候 有不少人 接触了类似感冒的病人之后 不久就过世了 学校给学生们发了中药包 让大家回去喝 但是那个时候 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有一天国际小学部的一位 美国籍学生家长 告诉作者 赶快逃离北京 作者就问他为什么 对方说他的先生是摩根大通银行的经理 有消息来源 说美国时代杂志到北京来采访SARS病人 但是都扑空了 因为医生和护士都被通报 带着病人搭乘着出租车 在二环三环一直绕 在外面绕很久 等记者离开的时候才回去医院 后来医生和护士都受不了 就把这件事给曝光出来了 这个消息让作者一家人终于下定了决心 于是美人买了一个3M防洞面罩 逃回了台湾 作者说我们重要的东西带回来 其他都留给防洞都不要了 真的是逃命逃回来 他们当时搭乘的是港龙航空 要到香港转机然后再飞往高雄 当时飞机上的乘客是寥寥无几 香港的机场也是空空荡荡 全程十几个小时 一家人始终不敢摘下防毒面具 也不敢吃东西 作者说想起来真是梦魇一场 没想到17年后 中共又历史重演 在一贯的做法掩盖疫情之下 这次的中共疫情死伤比当时更惨重 文章最后说我们是过来人 回忆起当时的事我们今天把它发表出来 希望这些经验能给一些对中共 还不清楚的人有个借鉴 文章说不能相信中共 他们都是在粉饰太平 唯有远离中共不要跟它站队 了解真相才有美好的未来 文章分享完了 我们感谢这位台湾的朋友 把17年前的经历写出来 我们也为这一家人感到庆幸 当时能够舍弃大量的财和物资 果断逃离北京 如果他们还坚持留在北京的话 那很难预料在后来会发生什么 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位朋友 也都能像这一家人一样 做出正确的判断 远离中共 这是为自己也是为家人 在争得一份生机 那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完整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